就是我们在勾兑脚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很多球在勾兑脚的时候 它是怎么勾 它是将拍面放平 所有的家庭都告诉你 拍面放平 然后球来之后 手肘立万 手指往旁边拨 对吧 是不是所有教练都是这么教你的 他是在我这里 这个是不成立的 你想想 你如果是手肘立万 手指往旁边拨的话 整个动作会有多复杂 又要控制手肘 又要控制手腕 又要控制手指 你还要要求你的球 非常贴望 非常精细 你怎么可能做得到 好 就算你能够控制你的手 做出这个动作 你也做不好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球离你的拍子太远了 你的力量距离越远 你的力量就越难控制 对吧 所以我们要想勾好对角 那一定要就是要想办法 什么 尽可能拍子离网的 拍子离这个球 距离尽可能的近 怎么做呢 很简单 那就是我们在勾对的时候 要做到一个提前的力万架拍 要我们的拍子直接立起来 斜斜地朝着我们的球 球过来的递时间 直接伸上去 贴住我们的球 往旁边一拨 这时候我们的距离很近 并且我们的动作非常简单 就是往旁边一拨就可以了 来 你看 球过来的时候 力万 旁边一拨 力万 旁边一拨 是不是 力万 往旁边一拨 力万 往旁边一拨 每个球是不是都可以轻松地打到对面去 对吧 每个球都可以轻松过往 轻松地打到对面去 但是光会这个还不够 但是光这样还不够 因为你光会这个力万的话 你的这个反手还可能打不好 还要想办法 让你的反手打得又快又贴 还要尖 对吗 那什么问题导致你们的勾的脚 可能这个勾的球啊 非常的飘 非常的远 什么点 就是你们在勾的脚的时候 可能会怎么 觉得我们要勾的快的话 我们是平移发力 但是当你平移发力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一旦平移发力 这个球就出去了 对吧 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的球 勾得非常快 而且不会出界呢 很简单 那就是你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想办法 让你的球往下走 你想想你的杀球会出界吗 基本上不可能杀球出界对吧 所以你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一个拉窗连的感觉 在发力的时候 我们的拍子拿起来之后 我们要先用大臂发力 带动我们的小臂 小臂带动我们的手要设置 从上下下 快速的向下按压下去 让我们的球向下走 这时候我们的球才不容易出界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在发力的时候 我不是的吗 我不是 横向移动 我更多时候是吗 拿点 向下按 拿点 向下按 拿点 向下按 给的是一个 向下的压力 才可以要我们的球 向下走得非常快 并且不会出界 能够瞄 这个点的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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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